好的,歡迎大家走進五月四日的月動休爾 那今天開場歌曲呢,為您帶來的來自Wavy的面對面Face to face 那如果可以完全摘一下口罩的話 我呢,我想幹嘛呢?我想去大自然裡頭呼吸新鮮空氣 可能這個是對我比較想的 然後就是開演唱會 這也是我想的 但是,希望快點快點快點能摘一下 能等到摘一下口罩那天啊 來,下面來看一下大家留言 首先第一位,她說 手機部呢3569人 Masker Park에서 이제押실 수 있으니까 亞外에서 하는Festival 꼭 갈 거예요 哦, 네 現在韓國에서亞外에서Masker押실 수 있으니까 그래도 여러분, 조심해야 돼요 下面一位是SONY Team 下面她說 摘一下口罩肯定最想的一件事呢 就是去看線下的演唱會 然後用最熱烈的 最棒的應援聲給你們應援哦 等待那一天 我也等待那一天到來 真的 下面一位是樂樂的take out 比我還可愛 她說今天的玩偶坤晚上好呀 如果能完全摘一下口罩的話 我當然想美美的拍照啦 還能隨時的吃東西 嗯 美美的拍照的話 其實戴著口罩 你自己在家也可以美美的拍照不是嗎 對啊 吃東西的話 吃東西的話 你自己在家不是也可以隨時吃東西嘛 哈哈哈 有點硬哦 下面一位她說 如果可以摘一下口罩 我想出國去旅遊呀 也想见诺诺呀 嘿嘿 没错没错 我也想出国去旅游 对 我也想见你们 下面位是 KFAN 什么东西 KFANATICAL OK 他说 诺诺还稍好 要我摘一下口罩 第一件事呢 肯定是化个美美的妆 和朋友们出去玩 疫情这两年呢 我连妆都不怎么化了 太怀念以前打扮的 漂漂亮亮出去玩的日子了 其实很多人就是 自从 开始戴了口罩的时候 都是只化眼妆了 就是现在只化一半 只化上面这一半 下面就不化了 口红也不涂 多方便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要摘下口罩 来吃饭的话 其实是比较不方便 下面位是 핸드폰 번호 33781 마스크 보고 가장 하고 싶은 일은 微生コンソート 가서 한성 찢기 대창 부르기 그리고 コンソート에서 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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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近在韓國也有什麼聲音 但是如果可以洗手機的話 可能會比較舒適的地方 我也會期待 為什麼兩個號碼 兩個號碼 手機3468 手機6536 怎麼兩張的號碼 快把握一個WasonV康子刊出來 我覺得很幸好 我想快快快快 我想快快快 手機3669 面對Kundi和健身工作 我想 selber做著健身工作 我已經好幾年了吧 我沒有任何人多了 手機4 因为是依萨 恩恩 恩恩 她说 坤哥晚上好呀 如果可以完全摘一下口罩 我最想做的是 去看一场线下的演唱会 但是还是会觉得怪怪的 哈哈 感觉 没戴口罩 好像会怪怪的 感觉很不自在啊 哈哈 没错 我也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 感觉好像大家已经习惯了 要戴口罩 出门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方式了 对 但是现在突然 对比如说像韩国最近 就是 户外是可以摘口罩了嘛 所以就是 突然感觉又摘掉的话 一个又是会很怕 然后一个又是觉得很不自在 你知道吗 这种感觉 对 所以 所以我 我展示 我展示 还是自己会好好戴口罩 OK 好的 那非常感谢大家发来的留言 那下面一位大家介绍 向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参与节目可以发送短信到 警号1013 每条短信通信份有为50韩元 常用短信是100韩元 也可以发送邮件到 tbsesm.net gmail.com或者下载 TBS EFM APP口罩互动哦 希望大家多多参与 欢迎来到今天的TMI 今天一天大家都过怎么样呢 就会发生哪些大事小事新鲜事 大家可以把今天看到的 听到的见到的事情呢 都发送到我们今天的TMI 期待分享大家的留言哦 好的那下面就来看一下 今天有哪些听众发来的留言呢 首先第一位 他说 哇 哇 眼睛眼睛看起來像是小孩 我之前在朋友們聊過後 最近地下車是暴力運動 車子是12時前停止 我突然間停止車子 我突然間停止車子 父母是在家中到家中去某種情緒 我把自己在家裡找到什麼地方 去找到什麼地方 說過了 我自己在家裡也能坐到什麼地方 我想到自己的父母 想到我自己的父母 在家裡在心裡 看著我自己的心 學習到什麼地方 很像我一样的 婷姨是18岁 婷姨也能看起来吗? 可能是这样吧 好 非常好 我们在学校团队 我们常常在学校团队 我们常常在学校团队 所以我跟孩子们在学校团队 一直在学校团队 但是 但是我一直在家中的家庭说 你会不会喝酒 你会喝酒 我会喝酒 但是我会想 我现在是多少岁 我26岁 所以我会喝酒 我会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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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喝酒 你会喝酒 父母都是这样的 我们说我们妈妈说 你一年50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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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年做一句话 下面一位 他说 Kundi hao ya 我是Khan K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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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的TMI 就是我即将完成 我的学士学位了 然后我打算继续去 攻读硕士学位 但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身边的人 都劝我去找份好的工作 不要再浪费时间读书了 想问坤哥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感觉周围人的建议也没有错 但是怕自己会后悔 最后希望坤D能够保持健康哦 这个问题其实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而去自己做决定了 还是主要是看 自己是怎样的一个想法 比如说 你自己如果真的是 还想继续去充实自己的话 那当然就是继续去学 去读硕士肯定是 对你是最好的选择 但如果你真的是想 积攒更多的人生经验的话呢 那当然就是开始工作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自己 这还是要靠你自己判断了 我没有办法 那么轻易地给你一个方向 对你自己要考虑轻重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发来的留言 也期待大家发来的TMI 留言也请发送到警号1013 或者tbs afm1.gmail.com 注明今天的TMI 那么在正式进入栏目之前呢 送上一首歌曲 来自ShyperJunior DNA的Chukywa 月动手 Junior 首先欢迎我们的栏目嘉宾 曹丽 昆迪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今天镜头切得不错 今天镜头切得还不错 看来今天TMI姐姐 受到了上次的这个教训 这个教训 今天 很快很快 好 曹丽姐最喜欢吃的夜宵是什么呀 最喜欢你吃的是烤串 烤串 烤串不错 然后还有 麻辣小龙虾 哎呀 这个也不错 还有那种辣潮海鲜 蒜蓉扇贝 烤蒜蓉扇贝 还有蒜蓉生蚝 哇塞 烤酒菜 哇塞 锡纸娃娃菜 哇塞 我不能再说了 大家看一下 韩国时间现在已经九点了 中国时间已经八点了 你们看一下 真的 差不多可以点点夜宵去了 对不对 那今天也欢迎大家来一起猜我们的这个问题 直到答案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发送给我们 那么今天的第一步 我们准备的是什么类型的题目呢 就和刚刚那个问题有关 是美食 哎美食 OK 那大家一起听好了 我们就出题吧 好的 我们的皮铃铃要准备好啊 下面呢是一个图片 是一个美食的一部分 大家看一看 这是 然后猜一下这是什么呢 我看皮铃姐的外面奔跑 我来形容一下 这是一个 这太简单了吧 画面上看起来是红红的 然后有点 这太简单了 真的吗 有点绿色点缀 我昨晚才吃 你不说要给我们带吗 那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不一样的吗 对 虽然不一样 但是它的主材料 主材料是一样的 对吧 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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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简单了吧 真的吗 对 可能可能特别是韩国的朋友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 那我应该再把它放小一点就好了 你应该怎么给它换成一个黑白的样子 不能给它放放彩色的 你放黑白的话 你看比如说我们台本上面在黑白的 就没那么容易看得出来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是不是 嗯 诶 他们其实都猜出来了 是吗 对啊 那我来形容一下这个味道 可以可以可以 你觉得它是什么味道 辣 特别辣 特别辣 真的 然后 我昨天我昨天晚上吃完之后 辣到我今天早上拉肚子 你知道吗 这种程度的辣 我每次一吃这个我就会 但是你还想吃是吗 但是还是会想吃 因为它那个辣度真的是已经超过我的极限那种辣度 你知道吗 然后非要 而且还要配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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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有一个乳酸菌饮料 你知道那个 你知道我说那个吗 陶祖辈那个 对吧 嗯 你要配那个吃 因为你要点这个 这个食物的时候 一定要配那个 这个完美的搭配 然后还有 还有 还有 饭团 对对对 哦 这其实是必点我跟你说 对 一个搭配 哎呦 好像 配这些东西真的是 真的非常不错啊 对 这也很适合做夜宵来吃 没错 没错 其实 但它这个辣度真的是 我觉得是 一般人比较难接受的一个辣度 我每次吃 就吃会满头大汗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但吃完就 就出汗的时候感觉 很爽 那种感觉 我也不知道爽在什么地方 但我就 就会是想吃 对 对 我家里还有就是 我本来是 有那个coupon coupon 就是每次点 它会送你 已经有一堆了 你知道吗 我亲父母非常喜欢 点这样东西吃 你可以免费换一个 是不是 对 你提到了几张 可以免费换一份 那个东西 然后这个最近 还推出了一个面 对不对 面 就是 这个 这个材料的 这个 有吗 碗面 哦 是吗 啊 不知道 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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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们已经给 你说最近推出的 那不是啊 推出一段时间了 有一段 很长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 OK 好吧 好 那下面给大家 一些时间考 等一下 他怎么知道 我昨天吃了呀 谁呀 还是你 还是你呀 这选的歌曲 是来自 Blackbee的 Yesterday 回来继续公布答案 OK 就直接来公布正确答案吧 我看他们都猜对了 对 对啊 基本上都猜对了 就是 Predabai Predabai 真的辣 真的超级 想到这样食物就是辣 其实我觉得韩国很多其他的食物 我还觉得没有那么的辣 你知道吗 好像没有比他更辣 没有比这个更辣的 我好像没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 这个会这么辣 哦 Predabai 你想想他起的名字就是 火鸡 火鸡 吃了像着火一样 没错没错 看有没有答对的听众 哎 这个太简单了 핸드폰 번호 3468 너무 쉽네요 뼈 있는答案 아닌데 그거 뼈 없는答案인데 무뼈 먹어야 돼요 무뼈인데 무뼈인데 근데 뼈 있는 거는 그 그 국물 있는 거 아 국물答案 국물答案 그거 뼈 있는 거 먹어야 돼요 근데 만약에 뼈 없는 거는 그냥 불닭 네 OK 什么 小家人 记좌记좌 什么 쿤的心上人 都想吃 口水流出来 핸드폰 번호 1869 吃 턴的那个声音 然后来猜一猜 他吃的是什么 听声音 来来来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声音 不就是那种失误吗 还没有什么失误 你不要 不要听它的表面 你要好好听一听 它到底吃的是什么 等一下 这个两个不同的声音 它咬的都是一种声音 只不过前面的那个小块一点 后面那个大块一点 这个给一点提示呗 它呢 我觉得夏天会比较受欢迎一点 夏天比较受欢迎 对对对 这是什么东西呢 夏天比较受欢迎 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我们再听一遍好不好 好的好的再听一遍 这什么呀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 有人说是锅吧 锅吧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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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就先这样吧 先给大家一点时间来猜一下 那第一步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第一步的最后呢 就要听介绍来自Huling的Let it go 我们第二步公布正确答案哦 欢迎收听月动时尔第二步的节目呢 第二步呢 我们为您送上的依然是Quid Show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 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哦 您可以发送短信到 警号1013 每条短信的通讯分为50韩元 常常短信是100韩元 或者下载TBS EFMAPP和我们交流哦 希望大家多多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 主导旁边依然是今天的嘉宾曹丽 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就是楚源 大家好我是楚源 又在这个互动的环节和大家见面了 这是什么呀 这个视角是 这是我的脑袋猜出来什么 这个今天这个这个还是 还是还是没有操作过来啊 没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 就是上一次啊 我们几个战绩其实都一般 为什么这个台本上面会写 上次的战绩是很好 你看台本上面写的是很好 挺一般的其实我记得 我印象当中我没几个猜出来 稿子是谁写的 稿子不是作家姐姐写的 稿子不是你写的吗 你这个哪来的自信说什么话 作家姐姐还是要点面子 希望我们今天都可以好好的表现了 那在我开始我们第二部之前呢 先来公布一下上一题的这个答案嘛 是什么呢 是冰块 冰块 对 它那个声音前面是咬的那种碎冰 没错 后面是那种大块的冰 没错 对 这真的 冰块 其实在就是好像是在韩国的话 韩国人可能吃冰块会吃的比较多一点 对不对 但就是我 你们会吃吗 你们会喜欢吃冰块吗 我们会吃冰激凌但是单纯吃冰块应该是就很就是我经常看到很多朋友就是他们喝完咖啡之后就直接把冰块往前面嚼嚼 答对听估计 黄小一 对 역시 哦 对 对,这个真的我们不知道的声音 我们平时没有水喝的水 好,那第二部我们的筷子主题是什么呢? 既然我们的楚源也来了 所以这次的第二部也要来一个音乐类的 但是今天是某一位歌手的专场 专场,没问题了 好吧好吧好吧 那就没问题了 非常期待 好的,那第一题呢 就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专辑的封面 然后一起来猜一下 这是哪位歌手的哪一张专辑 OK,好的 我看到P姐又要外面准备奔跑了 然后这个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发行的年度 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都要告诉我们 这个太简单了 对我来说的话 这个楚源不要说太简单好不好 刚刚就打错了 不是不是 OK 能不能再往下拉一点 让我再看到下面的这个台词 下面没有啊 下面没东西啊 是吗 对啊,下面没东西啊 就这样了 对啊 我刚刚还想就是找作家姐作弊一下 但是她就死活不把那个稿件给我看 那上面什么也没有 这个这个第一张专辑嘛 嗯,名字啥呢 名字就J-E-Y嘛 发行日期呢 发行日期我算一算 我算一算 第一次听的是在 换就可以了 我要给你就给你 不给你就不给他吧 哦,哎,我看有人答对了耶 哦 对,我看有人答对了 我是知道的,我肯定知道了这个 我甚至连她的这个 新型曲是哪一天发的 发的是哪一首歌 我这些我都知道 你知道吗 哦 对 哎哭 不需要提示了吧 对不对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 这段专辑的这个新型曲啊 就是当初发行这个专辑的 呃,里面一首非常非常惊天的歌曲 啊,来自周杰伦的可爱女人 一起来听一下吧 哦 好的,我们刚听到歌曲呢 就是来自周杰伦的可爱女人 不知道大家猜对了没有 没有啊 就是正确答案 呃,你们,你,你现在知道了吧 曲人哥 哇,我看到了 啊,行吧 看到答案了 什么,那你来公布一下 比我想象中的要早得多 OK 好,那我们再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 这是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 J发行在2000年11月7号 哎,没错 然后可爱女人 就是她这张专辑的一个先行曲 在2000年的11月6号发行的 哦 嗯,主大歌呢,你以为 主大歌呢,这首 对,还是徐洛轩作词的一首歌 对 对 哎,这我都知道啊 这么经典的歌啊 对不对 这么细节的部分都知道 哎,要不然 要不然就是,哎 就怎么能 就不能愧对我自己的这个名声嘛 你知道吗 忠实的杰谜 对不对 OK,OK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对决了 对,一起来听前奏 要不然就是,还有就是听歌曲中间的部分来猜歌曲 好 但我觉得,如果是周旋人的歌的话 就是听前奏的话 我可能马上就可以猜出来 中间的部分 中间的部分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些 那么就先从男的开始吧 我们就先从男的开始好不好 能不能先循序借进 要不然就对我来说太简单了嘛 对 那这些谁先猜到呢 就先举手 那按举手的速度的快慢来回答 OK 记得举手啊 不举手无效啊 好,P姐请出题吧 这算谁呢 P姐说谁呢 我吗 真的吗 本草干木啊 最近这么火的一首歌 这么火的一首歌 有没有在家里跳一下 我没跳,我没跳过 我跳了 怎么样,感觉如何 好累啊 你也捏跳了吗 我也跳了 真的,你那么累吗 这一首歌嘛 我记得就好像是什么 不要小看他 这超级累 我知道 他算是个有氧 肯定啊 算有氧运动吗 他这个 很多人跟着跳完之后 其实觉得是已经跳完了 结果刘公宏来就我们 好,热身结束 简直了 大家都是刘公宏男孩女孩啊 OK 好 那这个算我一分了吧 好的 算我一分了 OK 那AP直接跑到哪里去了 他要调画面 那我们就来再来一题吧 好不好 请出下一题 来 这个也太简单了 这是什么 这个太简单了 我得唱完全首歌才知道 可不可以再让我们听一下呀 OK 再给你放一遍 反正我已经知道了 啊,我知道 我知道 哎,这个太简单了 是的 听去去叫就知道了 但是我刚已经那个了 哦,对 那你说吧 是什么 算了,让你忙吧 你们俩答吧 那我是吗 那那那刚才是曹理姐先的 好的 OK 稻香 哎,哪一年发行的呢 出自哪张专辑呢 这个好像是 没了就 没了就 是哪个呀 是七里香里面的吧 不是,不是,不是 七里香就是七里香 不是,那张专辑啊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稻香是 呃 啊,OK,OK 那张专辑 其实我也不确定啊 应该是08年 应该是08年的摩羯座 哦,有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我看一下你们 你们看 帮我查一下看啊 我不确定啊 对这个世界 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 跌到了 就不跟着希望前走 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 多了 多了 刚放就这一段 哦,对对对 我也是一直唱到这边 最后唱到道香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们你们你们有没有帮我查到 查到 那可能是真的记错 08年摩羯座 对吧 这还是可以的 这个太简单了 OK 今天要挂蛋了 来来来 我们还有题目吗 还有题目吗 那我们再来题吧 先 让你 我也知道了 听妈妈的话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 小朋友 为什么有那么多问号 为什么 别人在那看漫画 我现在学画画 这些干青说话 别人在玩游戏 我去看 ABC 这首歌我还是 我也挺熟的 对不对 OK 那我们就在一人一分了 是不是 一人一分了 下一题就比较重要了 再来一题 再来一题吗 他两分了吧 我其实 我其实无所谓了 对我来说 他让我们 他让我们 这看你们俩了 这个对我来说 都放学了 今天就是我跟查理 对不对 没错没错 OK OK 那 那我们就再来听一题吧 OK 不确定 等一下我不确定 等一下我不确定 等一下 什么落叶 什么 要不我们 可以再放 再放一秒 中间的 中间的 不是那个 不是前奏 中间的 他听到外面 在跑来跑去的 那还是刚刚那些 换一个 换一个部分 可以吗 OK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让我们听一下 前奏好不好 这个我能听这 我已经知道了 我知道 这种局的话 昆就适合做裁判而已 还不需要来猜 要不然我直接猜吧 好不好 让我们听一下 给我们听 给我们听 气球 可是那个 陈乐仁俊的 特别喜欢一首歌 他们以前 他们以前唱过 这样 OK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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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还有啊 他最后一个 第五道题 两分 其实你们有算分吗 我没帮你们算 第五道题 就在你放水的情况下 我一分 你一分 他两分 OK 然后那 第五道题 看 就当决胜局了 你们谁打对 就是谁 谁今天胜出 好不好 好的 来 请放音乐 哎 哎 哎呀 这个太简单 这个太简单了 是的 你们的是举手 哈哈 这一点没有这个 没有那种战争的感觉 没有一点那种 就是争抢的感觉 现在火药味不是很浓啊 OK 来吧 哎 发行的奶蛋专辑 哪一年呢 这好像是范特希里面的 好像是 这个我不确定 我觉得好像是 好像是 我确定 这是范特希里的 范特希里面 哪一年记得吗 我再猜一遍 04年吗 范特希好像是 那个时期左右的 范特希好像是 因为我算一下 我04年在上 对 上初中的时候 对 02年 哦 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要不直接进行 下一个环节 下一个环节 我们就中间就不听歌了 好不好 那其实刚才算 就算是 算潮力姐吧 潮力姐赢了 今天潮力姐赢了 嗯 好 哈哈 赢了反正也没礼物 没有什么 不是很光彩的感觉 好有礼物啊 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是什么东西啊 可以拿进来看一下吗 该不会是一个什么 许愿品还是什么 折的星星呢 还是什么 应该不会吧 这是什么东西 哦 糖果 哦 哦 小丽姐得了一瓶糖果耶 太好了 一年都不羡慕 而且最近 最近 有在控制 控制吗 哦 给你吧 没有 我就说一说 哦 01年的范特希 哦 是01年吗 他是隔了一年 就发了一张专辑啊 没有 周杰伦他早期 都是一年 发一张专辑的 他早期一年一个 对 近几年 最近近几年是比较 稍微 但我看他 我看他的那个 SNS上面说 可能六七月份 会发专辑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他说反正 你们也不信 对不对 那我们就信还此呗 六七月份 我们期待一下 好的 期待一下 好 那我们就没上多少时间 来看今天的 最后一个环节吧 最后一题啦 那这个题是什么提醒呢 这个题啊 上面 我有写吗 三首混合 对 三首混合的提醒啊 这是也听这个mix的 那我们就来听音频吧 两首 啊 三首 我听到了 我听到一首 我听到三首了 我听到三首了 已经 再让我们听一下 可以再放一遍 我知道了 太简单了 你猜到了吗 两首啊 三首 我还有一首 没有仔细听 哦 那 一首 一首 一首中文歌 两首韩语歌 对 再给楚源一个机会 好不好 再给你一个机会 对 你呃是什么 哦 那个上 上女时代那首 听出来了 OK 然后 康南斯德尔 然后呢 还有一首 是法如雪吧 哦 哦 答对了 答对了 没错 没错 恭喜啊 耶 好难得 可以可以 这个 这个 这个就这么结束了吗 没有下一个了吗 没有 没什么 下一个mix了 就这么简单结束了 果然 果然在认知范围内的 就是容易一点 对 这刚才是 那个上女时代的 G G G 还有一个首是 Sai的 Kangnam Style 这也真的当年超级货 他最近也发新歌了吗 对 对 也是挺洗脑的 跟那个BTS的Suga 对 对 这首歌我们应该周五会介绍到 当时记得收听 然后呢 可以先预告一下 然后还有一首就是 法如雪 对 对 法如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 就是中国风的歌曲 中国风的歌吗 就是 其实不算了 不算了 东 东风破 应该是最早的 对 东风破 应该算是中国风最早的一首歌 对 还有什么 蓝亭须啊 青花瓷啊 烟花一冷啊 最近有刷某音的时候 经常可以刷的蓝亭须 其实本草钢幕其实也算 对 也是算就是 红阳就是 有一种 中药 就是那个 中草药的 那种感觉 话陀嘛 对不对 没错 中医 应该说中医 对 中医 没错 好了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 其实我觉得下次不用我们三个来猜了 就 就 就你们俩猜呗 我来当 当裁判 我来当裁判 其实也挺好的 你看特别是如果出这样的题目的话 那太简单了 对不对 那下一次就让我们的批你增加一点难度吧 也增加难度的话就可以 那如果还是拆走的人的话 那就 那我来当裁判就行了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从实信心的一局吧 应该算是 还不错 还不错 今天还不错 这么有自信了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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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今天感觉 菜题感觉如何呢 你们两个 我觉得很棒 今天比较有参与感 重拾信心的一天 今天有参与感 有参与感 对不对 OK好 那下次希望我们还可以出这样类型的题目 要不下次我来出一些这样类型的题目吧 那也行 我来出一些 看你能不能难倒我们 对 我来想几个 你不要说这种话 我来想几个 看你们两个 尽量也是以简单为主 好 那今天也辛苦两位啦 我们就下周再一起来菜题啦 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留言 首先第一位 今天还是那个 开始的主题 就是如果可以完全摘下口罩 大家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手机名3594人 我能够完全防止这个 我希望这个 很简单 我喜欢的地方 我会想几个地方 我会想几个地方 然后 我认识看你的观众朋友们和我一起住在同地的地方 我认识,你也很喜欢穿过去洗澡 你认识,你也讨论了很多吗? 没有,我讨论了很多 因为讨论是我们的妈妈喜欢的事 我讨论是这样的 这个 我一定会不太习惯 但是 我喜欢在自然间 自然间的风景 我喜欢在自然间的风景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发的留言 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要接近尾声了 节目之后呢 送上一首 昆迪非常喜欢的歌曲 来自重庆的 帝加布 希望大家呢 明天能够继续守后 在FM101.3 收听尤昆为大家带的 跃动首尔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